台铁花联管理处处长官邸是日治时期 台湾总督府铁路部高级员工宿舍区 具有历史保存价值 县远魏佳燕却发现说 官邸旁边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大型防空洞 周边土方有被挖掘整地的情形 特别会同了文化局的文资科 还有台铁资产开发中心花联一夜所到现场了解 发现是外包厂商没有依照规定申请和被自行施工了 目前已经停工 台铁局花联管理处处长官邸是日治时期 台湾总督府铁路部高级员工宿舍区 建筑工法和艺术价值相当值得保存 在2017年台铁也耗资2000万元进行修缮 不过日前县员魏佳燕发现 官邸旁边非常稀有的一个防空洞 周边的土方有被挖掘整地的情形 担心历史建筑会被破坏 立即会同了相关单位到场了解 事实上他们不了解这边是文化资产的 那他们有说明是把那个杂草跟树木 就是做清楚的动作 那并没有去破坏到古今 那我也跟他们说 那只要你要在周边施工 请一定要跟文化局做说明 华联县文化局表示这个防空洞也属于历史建筑受文资法保护 任何修复或再利用行为都必须先向文化局来申请核被之后才可以动工 目前已经先请业主先停工 那停工以后呢 相关的一些设计书图还有施工的方式 那还有未来就是像施工的材料要完成的工项等等 会先送进来我们去做一些审查 台铁德表示这个园区已经由外包厂商乘租 要打造成为复合式餐饮和文创商品的展售区 目前已经要求厂商暂停施作 依法完备程序之后才可以动工 先议员魏家宴呼吁台铁要记取这一次的事件教训 要求承包的厂商必须依法申请 也希望县政府身为主管机关要妥善保护历史建筑 也妥善规划周围的景观 介组会欢视报导